量子跃迁是物理学家波尔提出第一个关于原子结构的理论,表明原子就像一栋多层建筑,地层是原子核的位置,电子位于上面的各个楼层,电子能瞬间从一层跃迁到另外一层,波尔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些法则,但那种模式能使得他做出了惊人预测。 当一个电子从高层向底层跃迁时会发光,更重要的是,框的颜色取决于电子跃迁时所具备的能量大小,比如一个电子从三层跃迁至二层时会发出红光,而一个电子从十层跃迁至二层时会发出蓝光,为了验证自己的新理论,波尔用它来做一个预测,它能解释新原子神秘的光谷吗? 经过数据定义的计算,它最终得到了结果,它的预测是惊人的精确,从没有过的精确,看来光谷可以解释原则的结构了,但是波尔的新模式是以一个单一的有重大争议的假设为基础的,为什么要把电子和原子现象比为一栋多层建筑,为什么它们能神奇地从一层跃迁到另一层? 在科学史上从没有类似的先例,当一个物理学家宣称越前的理论是不言乱女士,波尔的回答是,是的,你完全正确,但这并不代表越前就不存在,只是因为你无法想象它们而已,但是某种存在而又无法想象的事物,似乎违背了整个科学的理念。 老一辈的科学家,特别是那些认为,科学就是为了认知世界的科学家,视觉不会接受那些为了符合实验数据而制造的法则。 两代科学家之前的矛盾是必谈的,波尔的不可思议的新原子模式,以及疯狂的量子跃迁,激起了保守派以及资深学校的愤怒反应。 科学界的领袖,也是物理王国的巨人,爱因斯坦厌恶波尔的新理论,并且中手研究反对那种新理论,最重要的是要打败那种对经典物理的愚蠢攻击,以拯救世界的秩序和普通常识。 但是波尔逃不动摇,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,这场科学家最大的冲突处于平局,爱因斯坦花呗了二十年代初的大量时间辩驳波尔的理论,他的巨大声望给了他力量。 因此当他说其业物量子跃迁这种理论时,就像是将其扔进了真空,因为人们相信爱因斯坦。 不过波尔等级近态的物理学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理论,随着他们的不懈努力。 包括量子跃迁在内的量子理论,已经被多数物理学家们所接受,爱因斯坦也接受了量子力学的观点。 虽然他一直都很厌恶量子理论的观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